大家好,欢迎回到来《望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3月21日星期日的时间 今次有个许刘生,还有我们的马来西亚全能战士大马尔,马来近 各位网友好 澳洲红者饼,真bc 鼻孔我好,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好了,请大家赞我们这段视频吧,刘核然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煲浪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我们经常都说要认清自己的队友 最重要不要有什么猪队友 现在黄圈里面就出了一个猪队友 就是哪一个呢?我们都说过好几次了 就是这个刘永康的女朋友 她叫什么谁,突然正不起名字,叫王 我记得,王于乔 那我常见他紧紧跳,走来,啊,见到哪个哪个啊? 见到刘永康又怎样怎样啊? 又有什么帮他洗衣服啊?又有这样那样啊? 又说现在精神好吗?有没有挂着我啊? 又有什么薄法?又有这样东西,什么都好啊? 那他呢,都试过好几次了,就是爆了出来呢 又说什么刘永康里面什么大和解啊?又说里面有狮子头吃啊? 又说有亲子当啊,吃鸡肉那些蛋而已 亲子当吃啊 半盒牛肉的牛扒饭啊,我再记得,哎呀,早餐都有牛扒饭 哎呀,早餐吃牛扒啊,我都写个伏字啊 都好像有啊,香港的早餐,煎双蛋加块牛扒,有个多士那样的,叫西式早餐嘛 嗯,那那吃什么呢? 就是你讲到里面有多好啊,又说有些听到尺柱呢,又说会相当不错啊 岑奥辉都少少少,半猪,半猪队友呢 又说尺柱呢,那个环境好点啦,设备又好,还有干净点啦 这些都是的,我们都讲过的了,19个问题呢 如果真的要交个房间给你呢,一定会消毒啊,清洁到干干净 才给你,如果万一有什么事呢,那就麻烦啦,是吧? 这个很紧要的,那现在她的女朋友呢,又再创新邮哦 啊,不过这样,要讲一讲,她有个衣着相 我看到有一天呢,有一段片流出,令到我觉得相当不安 就拍着她的女朋友呢,就去了赤柱那里呢,就和一个男士呢 就穿着,是不是一起下的士呢,那那个男士呢,就相当瘦的 拍到她呢,就好像颇为,好像身高不是那么高啦 而且向横发展得很紧要哦,那我看到她呢,哇,穿着一条很短的短褲 运动褲呢,台湾叫这条真理褲的,就是,这个什么就是真理的真理 怎样叫真理褲呢?这种短短的运动褲呢? 那边呢,有一条白边,这样的话呢,就这些叫真理褲了 那你上网也搜索到的,哇,那我见她呢,喂,你很勉强啊 穿这条真理褲穿到,我心想,啊,为什么你买到这么大条真理褲呢? 哈哈哈哈,哎,令人相当不安啊 那我们讲一下今次那个主题是什么呢? 那她又,又做猪队友了哦,有没有人怀疑她是鬼啊,真BC? 她做了这些东西呢? 呃,鬼啊,没什么人怀疑她,但是以前这个寿司达和她就几多牙齿印的 其实她和一批人,大家不要看她们,都是套称叫做本土派了,是吧? 但是呢,都很多叫做不咬言的时候都几多的,真心地说 是啊,好了,那发生什么事呢?那她在Facebook呢? 我也有留意一下Facebook有什么摆啊,我看有什么猪的东西说出来嘛 那又摆了一段呢,她拍着个电话这样的,就是开了那个 那个speaker在那里说,她就说收到呢,屯门警署打来的电话 就问,咦?那个刘永康为什么还没有来报道呢? 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 可能问你,阿sir打来的,问你哪位啊? 大家说,刘永康今天应该要来警署报道的,要来签名的 其实听到阿sir的语气都很有礼貌的,就是你完全听不出 这个是他们所说的什么皇军啊? 他们好像说警方是皇军的,这样那样的,又说什么 说都很可怕的,什么警察国家,许智峰那样的 那是不是正常来说,打到来的时候,应该是很凶神获杀的 啊?留在那边,搞他出来,粗口啊那些什么都有 甚至是直接去找他了,电话都不行,直接押他去某个地方 是吧?爆门啊还是怎样的 我完全听到阿sir的那一把声都是相当之客气和礼貌的 然后那个王于乔他听到,咦?他还压着啊 因为可能阿sir可能不清楚这个刘永康 因为很多人都是叫刘永康都不定的,是吧? 那可能就是看到个案子,咦?那查回个check list 可能看到今天有个人叫刘永康,可能只有个名字 或者要来报道,可能手写好还是怎样的 那这一件事,我们不知道阿sir那个data 究竟是怎样去处理了,我说哦,那他还压着啊? 那他都好,咦?那是什么事的? 可能阿sir不知道原来他有些其他case overlap了还是怎样的,那这一件事,真是很老实说 你刘永康而已,你当你是谁啊? 你当你自己真是哲古华拉啊? 当你自己什么?昂山素姬啊? 曼德拉啊? 拉了你全人类都要知道的,是吧? 接着那个王于乔就说,他被国安法被人还压啊 接着那个sir才说,哦,这样啊? 接着阿sir就说,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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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你请问你去哪位啊? 其实阿sir真的相当的很礼貌啊 都要问清楚的 是啊,起码都不会说,不会追问,你是谁啊? 你怎么搞错? 不要藏着他啊,是吧? 或者你是谁,为什么你要去电话? 你快点告诉我,要不然将你重重包围 我们追踪到你的电话在哪里 又完全没有这些啊 那sir都说,哦,这样不要紧要啦 那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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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要 那你去哪位啊? 然后他说,女朋友咯 本来sir都说,那你方便留下 那这个电话是不是会找到你啊? 甚至乎问你,你怎么称呼啊? 你电话多少号啊,还是怎样的? 那他就初头想说还是怎样的 不过呢,后面说,那我不用留给你的啊 好心啦,你以为阿sir可以透过这个 看到你的样子吗?是吧? 又不知道你什么样子的?是吧? 说得好像很避忌那些 然后sir都说,那是不是这个电话找到你? 其实sir都不会再追问你,你是哪一个的 就是不会追问你,你不留资料 其实都不会勉强你,也都不会恐吓你,是吧? 他自己反应过度而已 起码警方不会恐吓你,是吧? 你快点说啊,完全没有这些说话 是吧?很客气,很有礼貌 就是你不说都可以,就是说这个电话找到你啊 然后他说,不需要留我电话啦 然后王于乔说,他已经在呈教了 都不需要了嘛 啊,那都,阿sir都说,其实想留一些做个记录 就是可能要记录回,打过给这个人 原来现在呢,他是因为另一件事呢,已经在还压着 跟着就可能想知道原来曾经有个这样的人呢 就带他去接过电话那样的意思 以我听出来就是这样啦 那好啦,那后来原来那个电,刘永康的电话呢 现在就交给这个叫王于乔保管 啊,跟着所以呢,就,你打这个电话给他呢 就跟阿sir说啦,你已经就可以了 那你找到我的啦 那你打回刘永康的电话呢,找到我 那OK啦,不用要问那么多 那他说我会开着,那这样的意思啦 那那之后这个,王于乔也挺有趣的 那他把这段录音呢,就放了上,叫做社交媒体啦 那我有合理的怀疑呢,这个电话呢 是他,不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电话的喔 那你试想想一下,突然间 刘永康的电话打来的话 你会不会那么神心,拿一部电话 对着来拍呢? 那因为他是拿另一部电话 拍着自己跟刘永康的电话去对话的 嗯 那有机会是这样的啊 如果是呢,似乎他都知道阿sir 本来都是很客气的 不要紧啊,他 他后来还在Facebook那里 就写一些帖子,挺有趣的喔 他说,哎,阿sir好幽默啊 幽默啊 赞阿sir幽默 很有礼貌是真的 因为他认不了别人 说真的 可能他想是这样的 哎呀,打你啊 你什么警,肯定很恶劣的 怎知道阿sir呢 这么有礼貌 这么有礼貌 说话又这么有条理 哦,结果 原来是抽情不了什么 才说他幽默 哈哈,那没东西说啊 是吧 如果是真的那些 什么警察国家 那些什么王军 对于到时你还发达来说啊 对啊 这么没礼貌 没有了个政权 没得到报道 那就是写了这些 其实这样间接的呢 只会告诉大家 阿sir 就是警方方面呢 其实完全没有东西 就是还要比我想象中 是来得轻松 就是不会说 是啊,就是不会很官式 这样来到跟你说话 那方面就完全没有这些 嗯 所以他当然没有了 最多我们说一下 不好意思 妈妈 可以做些什么 说得这么有理有哲 那你就没得炒作了 不过我觉得阿sir都很小心 因为你知道 他们那些人什么 时间多嘛 是吧 到时就玩了 这个阿sir可能说到后期才知道 你犯了港区国安法 可能他 我不知道 不是每个sir 负责的东西都不同的嘛 那究竟他的底细是怎样的呢 可能阿sir 这个sir都可能未必知道这么清楚的 只不过他按住他本身的职责 要来做回事的而已 所以 现在他可以叫他抽秦的 只是说 咦?你不知道的? 就是你打来的时候 你不知道原来他 就是可能你 你只可以说阿sir的database 未必是互通了 还是怎样的 可能通过那个名字 原来我在某一个file那里没有贴上 或者是怎样的 没有注明 还是怎样的 这个不得而知 可能那些案件编号那方面的问题 可能有少少误会 还是怎样的 这个我觉得就不是说太大的问题 最多只可以说他们那个系统方面 有些地方可以需要改进 你不可以再说是什么颜色景 又有这样那样 黄军 这些完全又不是 因为那个刘永康除了这些蛋之外 还有那些什么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 什么天下 是的 其他那些 有什么天下制裁的时候 就搞过那些什么 被控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 还有拒绝服从警务人员命令 那两宗 接下来四月三月尾那些慢慢审问 五月才再到港区国安法 这就是一件事了 好吗 那这班人慢慢来坐下 多谢这个黄于乔的报料 继续做着这个猪队友 对啊 上次他有报料 食祖 为什么我们知道 牛扒饭早餐又是他报的 是啊 多谢报料 有什么公开信 有什么大和解 对啊还有 正面依然安好了 是不是他男朋友 是 嗯 刘永康在里面都很积极 帮他问一下人生够精彩了没有 那些什么 就是问一下 我乔乔 乔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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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乔乔 乔乔 乔乔 他只能够用粗口回应 通常都是这样的了 就是你以前小时候 读书的时候和人吵架 他没得拨你 只能用粗口骂你 就是问候你妈妈 通常都是这样的 是吧 嗯 那好吧 我们这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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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